今天跟大家分享在广市茶楼 日卖两到三千份的包子凤爪 像这样的凤爪叫做美国大凤爪 这个是本地的冰冻鸡爪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小很多 大凤爪的肉也比较厚 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 首选就是美国大凤爪 把这个凤爪放入一个空碗中 我们做进一步的处理 放入点清水 给它浸泡 让它冰化 放水以后我们来上一点盐巴 用淡盐水浸泡 能够更好去除它的雪桂味道 在中火把它烧开火不要太大 太大皮容易烧烂 这个凤爪我们不需要把水煮开的 看到它有一点点小泡泡 冒出来了 我们就把火关掉 让它慢慢的浸泡 看到这样我们就关火了 给它浸泡大约10分钟就OK了 把它捞出来 把上了皮水的凤爪 倒入一个空盆中 给它控干水分 起锅 倒入摄拉油 油温烧到180度 然后慢慢放进去 用这个筛网挡住自己 不给油标动自己 已经炸得差不多干了 它已经不淡油了 接下来我们收中小火 给它慢炸 炸了15分钟了 它的皮还没有够泡 炸干水分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盛出来 迅速的倒入清水中 用清水给它浸泡 把它泡发 看到它这样子泡发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泡发了 我们要剪去它的指甲 这样会更加的美观 把剪好的凤爪 装入个空碗中 把这个八角桂皮放进去 轻轻地炒一下 炒到它微微的出味 把葱蒜放进去 将蒜炒至微微发黄 再把它葱结放进去 看到它有一些发黄发黄了 香味已经释放出来了 把凤爪倒进去 倒入蛋饿汤 汤汁要没过凤爪 放入两块陈皮 放入少许干辣椒段 让它更加野味一点 一勺米酒去香增心 一大喝盐 一点点鸡汁 用小火给它扣半个钟 把它扣冷为止 这个是我做的圆汤包子 是没有调过的 放入两个鲍鱼 放入几粒冰糖 给它增甜 调入一点旧装蚝油 我们的凤爪酱就调完成了 来 捞好后给它腌制十分钟 来像这样平铺起来 上汽我们打开盖子 这个要蒸它十分钟了 把一个盘子 把它扣在上面 来 用荷兰芹微边点缀一下 最后扣上一个鲍鱼 周边淋上一点鲍鱼汁 哇